我會擔心自己被詛咒嗎? 其實平常是不會,可是... 我叫李若南 六年前,曾經觸犯了可怕的禁忌 這個電影是正確的故事,我聽到的 你為什麼要繼續進行電影的模式 對於一般的恐怖電影? 這個電影其實它的靈感 它不是改編,它是受到這個真實事件的inspire 受到它的啟發 對,那個時候我在知道這個高雄的新聞的時候 其實我讀了這個它整個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 然後我發現我不敢了解太多 那我自己對於自己這樣的感覺很吃驚 我很驚訝我自己不敢了解太多 那我才覺得說,身為一個華人 我們對於宗教信仰 或是對於神明的那個敬畏啊 是沒辦法拿掉的 even我是一個創作者 我都沒有辦法放下這些 對於禁忌的恐懼 對於宗教的敬畏 所以我才想要做一個邪教的故事 因為我想要放大這種不敢了解太多的感覺 我認為很多人看著 秦明是一個溫柔的 溫柔的角色 你覺得你最擅長的部分是 不敢了解太多的聲音 而仍然要破壞規定的規定 以為救藤兜 因為其實我們在這個戲裡面 有一個主要的訴求 其實在講 包含這個詛咒以外 其實要講的是愛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在詮釋上面 其實相對於我來演啟明來講 變得是比較簡單了 如果我愛這個小孩 他跟他的原始家庭 有什麼樣的狀態 我應該是要努力去愛他的 去跟他相處 去願意為他付出 因為愛是不理性的 愛是不理性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在這個事情上面 順著這個東西走 所以啟明才會開始 開始相信 開始會跟著念咒 或者是開始做這些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源頭都是因為 我想要理解 他們的聯繫是什麼 這個愛 這個綁住我們的關係是什麼 我願意為這個付出而盡力去做到 那我想這就是 啟明這個角色能做到的東西 滿溫暖的 你想要人們從《召喚》中獲得什麼? 你認為人們可以從人們學習的教練嗎? 我其實在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把它當成是一部 恐怖片在演 就是我沒有把它想成是類型片 其實對我來說我就是 把它當成一個 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角色 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他真實的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我相信這個世界上一定有某一類的人 跟李若南一樣會做一樣的選擇 就像導演以前說的 他就是一個母親寫給小孩的遺書 但對我來說很像是 母親給小孩的情書 就是他即使是用這種 大家覺得很不好很自私的 詛咒的方式擴散到全世界 可是對李若南或是對於我來說 他其實是很 很浪漫 然後很 很專一很執著的 他就是如此的單純 他相信著 只有這個方式可以拯救他女兒 而他如此的相信 他就堅定的去執行了 他無怨無悔的 朝他要的方向去前進 What aspect of the film do you think resonated so well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You know it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horror release in the country Do you think it has the same pull for Southeast Asia 我覺得他跟台灣的觀眾連接最深的 其實是那個背景跟環境 包括我們創造出來的這個宗教 因為這個宗教他一開始就是 為了台灣的觀眾去design出來的 雖然說我們的這個宗教看起來是 有一點像雲南的風格 有一點 他其實每一種風格都有一點點 只是我們最後把他統一回 台灣的觀眾常見的那個神明的樣子 包括那個繪畫的風格 對包括裡面我們用的那個咒語的用的字 其實都在台灣的宗教 甚至你在小時候的課本上面會認識到的 台灣宗教是長這樣子 這個是我覺得他可以跟台灣的觀眾連結的 一個很大的優勢 對東南亞的觀眾 我覺得因為我們是在地區上 維度上是接近的 然後有一些傳說甚至是 似曾相似的 我們這個宗教是從台灣去出發的時候 他反而在這個 好像同一個系統裡面 你又可以看到有點不一樣的 對他們來說甚至有點 台灣風情的宗教 對他們來說可能又有另外一種 層次的有趣 這樣 所以我覺得兩個都還可以 可以抓得到 作為一個演員 她是用來記錄一句 你從一篇文章的 你怎麼感覺到 要記錄一句 那應該是用來記錄一句 那應該是用來記錄一句 可是我對於這個世界是抱持著一個 很敬畏的心的 就是我其實是 萬物皆神論者 就是什麼地板 天花板 灰塵 對我來說其實都是 神的一部分 然後我會擔心自己被詛咒嗎 其實平常是不會 可是演完這齣戲之後呢 大概我們是三月上映的嘛 然後我四月初的時候 有一個舞台劇的演出 那個時候我要大量的唱歌跟跳舞 所以要跟很多舞者一起排練 大家都赤腳 可是只有一位舞者 他可能就不小心穿了舞鞋 比較硬 所以在排練的時候呢 就會反正就被他踩到腳 還是踢到腳 然後我整隻右腳的無名指 整隻變成黑紫色的 然後那個當下我就覺得 完了怎麼這麼衰 欸我是不是被詛咒了 在那個當下 我有瞬間迷信了一下 然後還有今天出門的時候 我一搭上計程車 才轉出我家巷口 那台計程車就被 後面的發財車追撞 然後那個當下我想說 嘿 嘿 我該不會 又被詛咒了吧 等一下 這一天的開始也太不好了吧 但是 我自己又是一個 其實算是蠻開朗的人 然後你會覺得說 我自己平常沒有做什麼壞事嘛 我是一個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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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沒事 我不是一個好媽媽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